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如果这个水气跟温度配合得宜的话 有可能有可以看到下雪的机会 那么今天假期可以怎么来安排呢 要提醒大家这雨具一定要记得带着 那从潮雨状况可以看到了 其实今天水气真的偏多 雨还是会继续的下整个中部以北 还有宜兰跟外岛地区 潮雨都是蛮广泛的 甚至还有中部跟大台北山区 都要特别的来留意 包括了气象鼠也特别针对了 基隆的北海岸发布了大雨特曝 可能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 而明天开始也就是除夕 其实白天开始水气就会慢慢的稍微的减少 但是整体看起来水气还是偏多的 各地都有局部短暂雨 要等到真的转干 其实要等到初一了 水气会比前几天少了很多 西半部可以看到整个雨势都已经趋缓 只剩下山区部分 还有基隆的北海岸 有一些零零星星的藏雨 但是这几天天气真的好冷 前几天湿湿冷冷 后面几天干了 温度的变化会怎么样来变化呢 我们一起来看到 其实接下来 北部地区已经感受到强烈大陆冷气团来袭 小年夜跟除夕大约都是落在12到14度左右 而其中就要特别提醒金门局部地区 还有连张县的朋友 这低温可能来到10度以下 甚至是6度 所以一定要特别的来留意保暖 而其他地区的低温 今天则是大约落在15到18度 不过除夕的时候 接下来还会更冷 因为中南部地区在降温上面 也会很有感 通通都掉到了20度以下 要到初一之后 水气慢慢的减少才会转为干冷 但是要等到整个温度上升 其实要等到初三左右 才会明显的比较有感 到时候北部地区有望可以回到20度左右 但是要提醒大家 其实初三虽然高温可以来到20度 但是是因为辐射冷却的影响之下 其实夜晚到清晨 还是有可能出现10度左右的低温 早晚温差一定要特别的留意 最后气象小丁丁今天要提醒大家 今天是小连夜 但是出门的话一定要注意 因为各地几乎都会下雨 所以一定要记得膝带雨具 而且各地都是湿湿冷冷的天气 一定要注意保暖 接下来带你来关心到 各地的详细温度预测 我是戴立刚 也是气象专家 18年的气象主播位置 告诉你最准确的天气讯息 当然更重要的天气内容 就要锁定我们中视气象台 更多的新闻信息内容 锁定中视YouTube频道 按赞 订阅 分享 开启小铃铛